- 跟大家汇报一下昨天的情况 昨天晚上10点钟 搭了一辆到波密的车嘛 他们占足一家三口 昨晚4点多才到波密哦 路上有下雪 然后路面比较滑 开的比较慢 然后在山顶还装了那个繁华链 就是行驶的非常慢 但是很安全 到波密县城已经4点多 然后清晰是有一家店还开门了 就是卖早餐 我们来的时候已经路上全黑了 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关门了 只有一家早餐店 我问了一下那个老板 他是1点钟起来做包子 然后营业到早上5点 我们现在住在一个 就当地人的一个民宿 房间是标街 他卖是即使卖60多 但他按人头算是30块钱一个人 然后我们两个人嘛 就是一人30就是60 我们看一下60的房间怎么样 这是洗手间 然后热水很小 基本上没什么热水 应该是太有人了 就将就吧 洗澡就别想了 就洗 简单洗漱一下 清新的是有阳光 阳光还挺好的 然后现在去吃饭 现在是看一下的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11月28号 3点钟了 下午3点钟了 因为昨晚五六点钟才睡觉 然后睡到刚刚收拾了一下 现在去吃饭 看昨晚有下雪 我们来的路上有下雪 对面就像一种雪山 这边的环境跟西站 其他地方 比如说拉萨日卡泽已经很不一样了 这边山上都是松树有树 环境要好很多 这边海拔也低 然后环境非常的舒适 没那么干燥了 因为它有下雨 啊 氧气非常充足 空气非常清新 湿润 没那么干燥 啊 前面有雪山 快看 这个小镇还是 挺多人在这边生活的 阳光非常好 我买了几个小镇 三块钱一只 熟透了 然後再吃南洲流拉麵 價格的話跟拉薩差不多 也是15塊 炒麵的話大概20左右 和拉薩差不多 香蕉1塊錢也可以 還行吧15塊錢 但沒有雞蛋啊 再拉車還送你一個雞蛋 哇哦 快看前面有著大山 我在想他會不會把太陽給遮住 不過還做雪山 這個波密就是被大山圍繞的 他就在一個山谷裡面 前面是一條河 那邊也是這雪山 嗯 現在來到了山腳下 我想看一下 可不可以上去找個自高點 看一下全城的風景 不知道前面冷不冷通 越往下植被越來越多 山上的覆蓋率也有點高 植被的綠化也越來越多 不可以上去 沙虫 沙虫 好热啊 真是有点热 啊 要不要上去看一下 去吧走到别人家里去 看一看 这种房子 好有特点 跟战舍的建筑完全不一样 就是单地特色的房子 想破好累 我也想拥有这么一个房子 在 大山小巷 哇有狗 要不要走 算了不走 不过它围起来的 没事 吓死我了 一身冷汗都要下出来 哇这个房子好棒喔 这个植物应该是蒸的 这棵植物应该是蒸的 还真是蒸的 我操 还真有路哎 要不要上去看一下 不过特别累 哇 哇这山好高啊 可以上去 哇特别美 他们养的鸡哦 山养的 哇 哇好热 我现在就觉得热 上去看看 往前走一点的 可以不走太多了 太热了 这种地方我就怕有蛇 因为这种 气温就非常适合 动物生活了 不像在拉萨 哇全是森林 我都不想上了 全是植物 这跟我老家差不多了 都是这种 就快有蛇了 哎 算了 下去了 就不轻易上去了 太危险了 因为对这里没有一点了解 无知才是最可怕的 现在才北京时间四点半 然后太阳已经被 前面这周大山给完全遮挡住了 西藏这边的时间的话大概是 两点多了吧 因为要有两个多小时时差 那两个小时算 现在应该是两点半 已经完全被大山给挡住了 就整个玻米线 整个小镇 就没太阳了 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鱼公移山 因为这座大山把太阳给挡住了 需要一个人把这座山给搬走 可以温暖整个小镇 因为你的观看和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 这样我才能走得更远 去记录更多的生活 谢谢你